2018年12月13日 是第五个南京大陆刷死烂者国家攻击日 也是全国首部国家攻击地方立法 南京市国家攻击保障条例施行首日 在南京全城人民沉浸在肃穆氛围之中 追思悼念之时 却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一名女子发朋友圈声称 都在默哀 吓死我了 买点日货压压惊 不少网友对该名女子的言语表达了气愤之情 纷纷谴责起行为 随后该女子也进行了道歉 12月13日下午两点钟左右 其所属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表声明 称其属于个人行为 公司已对其进行辞退处理 中国新闻社记者也通过了各种渠道 联系到了所属公司的客服人员 这个事件是发布了一个相关公告的 报道内容是关于我们公司员工 顾某某发布的不良言论 属于是个人行为的 我们现在公司已经对他进行了辞退处理 据该名客服人员称 公司也会定期开展员工培训 肩负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平时呢我们也是定期开展的一个 实际上教育工作的 现在已经定期开除了 他是核信旗下一个职工师的工作人员 来到嗯